孙主任 刚才您看的这个病人 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他们家几代人都同性半关酸升高 而且好多人都得了脑梗 他的同性半关酸54.4 您让他查了基因多态性 结果他是TT型 真有可能是有遗传倾向 关于这个同性半关酸 就是高血压患者查同性半关酸 补叶酸这点事 包括刚才这个小伙子 他是属于这类病人里比较独特的 您能不能给大家仔细讲一讲 让我们全国的高血压的这些病友们 聆听一下大师的声音 首先我们知道同性半关酸是有标准的 一般都是小于10小于15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人非常高 那么刚才看到这个病人 就是同性半关酸50几 54.4 对非常高了 那么对这样一个病人 那么年轻人他才30多岁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呢 我们就要找原因了 一般吃的叶酸少 它会高 或者是我们吃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不吃蔬菜 光熬着菜吃 因为叶酸大部分都在新鲜蔬菜里 过度烹饪了 对过度烹饪了 那这时候也是食物少了 那么可以高同性半关酸 但是能到50以上的还是有限的 当你超过一定数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 他是不是有遗传背景 所以刚才问了一下他的家属 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同性半关酸增高 而且他的父亲在50多岁得了中风死亡 是的 他的叔叔们也都高 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也都高 所以在领方表情上 他们的加系里是存在高同性半关酸血症的 是的 那么对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应该查一个基因多态性 那么也就是说 是不是基因的遗传的背景产生了这个HCY的增高 因为涉及到今后的治疗 那么查出以后就发现 这个人的基因多减 就是叶酸四甲性叶酸浮酶 它有基因 它有CC基因 CT基因和TT基因 三种类型 而TT基因呢 就是要存合突变性 存合突变性 它突变了以后呢 它在将液酸进行转换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问题 那这时候你给常规剂量的 我们叫液酸的补充是不行的 而且应该大剂量的 甚至更长时间的补充 使它转换成功 这样的话 血浆的HCY水平就会下降 那么对于预防重工就有帮助 它这个大剂量就到了5毫克了 就不是咱们常说的0.8毫克了 我们常规的人 一般比如说HCY10啊 15以上就是0.8毫克的低剂量 但是它由于转化能力差 所以大剂量它会增加它的转化 所以呢我们一般5毫克QD 或者5毫克BID 甚至5毫克TID 就是5毫克一天一次 一天两次 甚至一天三次 对 查完以后应该查一查液酸水平 到底这液酸水平 到底是有增高的趋势没有 而且它要长期的吃这样一个药 液酸水平不同于同型半冠酸水平 液酸水平 血中的 对液酸 血的液酸水平 因为还有尿的液酸水平等等 我们一般都查血的液酸水平 而我们也知道高同型半冠酸 再加上低液酸所导致的高血压 那这样合在一起 它发生脑中工的比例 是我们正常人的12倍 是高血压 单纯高血压 没有同型半冠酸 增高的大概是六倍 六倍 那么是单纯 同型半冠酸增高 没有高血压的这种可能是八倍 所以这种增高合并 这个现象不是中国看到的 在美国也看到了 美国的男性女性都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全球上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我们目前 为什么要推动 对高下患者进行同型半冠酸酸 这样一个问题筛查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高下病人 他同型半冠酸高 最重要的是要降压 同型要降低同型半冠酸 这是两者都要进行的 而不是仅仅降低同型半冠酸 我们也看到 如果高同型半冠酸的话 他动脉阴化 动脉中央阴化 都是很明显的 刚才这个年轻患者就是 他的动脉中央阴化很明显 他才三十多岁 你可以看到 他的颈动脉斑块 已经降斑块了 而且是这种低回生斑 还有这种软斑 已经形成了 如果你不去进行他丁的治疗 不进行有效的降压 它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在基础临床实验中也看到 如果我们做动物的实验 给他一个高同型半冠酸 他的内膜的增生 以及他的损伤是非常重的 因为我们说 还是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同型半冠是需要检查的 你不检查是不行的 但持续地用了液酸 他去降的不好 那这时候就应该做基因型的分析 基因型 基因多态性的分析 对对对 基因多态性的分析 看他是什么类型的 T体基因是最不好的 T体基因是最不好的 那你给了 如果是这种形状 这个病人就是这种 T体基因型 你看我们就提高了 几题要给他强化性的治疗 大脊量的液酸 来强化的治疗 所以我今天给了他五毫克 先让他看看反应 如果还是不好 我们就加到五毫克 TID或BID 那么我们不断的观察 液酸的变化和HCY的变化 对吧 向您学习了 大家呢 孙主任 就是大家现在都有高血压的 很多人都特别关注 这个同型半关酸 也特别关注自己补充液酸 主任 您在今日头条和抖音都有号 孙凝零三个字 大家搜索 孙凝零三个字 主任 我跟您约个稿 您时间方便 不是特别忙的时候 您在 因为今日头条它有文字 您在今日头条给大家写一段小小的文字 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天天都等着您的号更新 因为时间的原因吧 我想还应该尽快的做一些工作 让大家为大家服务 那么刚才提到的同型半关酸 还真的没有在我的头条上去写 因为我写的更多的是社会人文 加上了一些医学 而且呢 这个医学的内容呢 也是大家关注的内容 并不是很多 我还应该向你学习啊 你是头条粉丝最多的专家 其实我们要共同的把这种知识传递给病人 让正规的知识传递给病人 让大家知道怎么管好自己的疾病 怎么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对吧 主任 我也想跟您说 因为您是咱们高血压这个领域的领路人 能不能在后面 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给大家呢 组织一场直播 这个时候 您组织咱们高血压领域的顶级专家们 全部能够来和大众 面对面的去交流 让更多偏远地区的一些人 能够聆听到大师们的声音 好 我想我们正在筹备一个 中国高血压教育的一个论坛 在这个论坛上可能会有直播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论坛 行 有直播到时候咱们提前通知大伙 好 好 谢谢 谢谢孙主任